大家好 我是周柏豪 我曾經看過一部電影令到我非常有啟發性和感動 這部電影叫做大魚奇緣 我記得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是在飛機上看的 非常感動令到我很想哭 但我又不想影響隔壁座位甚至乎整個飛機艙的乘客 而因為要忍著聲音看得非常辛苦 電影裡是說男主角和他爸爸的關係 他爸爸經常說他的人生經歷 說到天花龍鳳那樣 但男主角不太相信爸爸說的話 甚至覺得爸爸是說話欺騙他 他又喜歡在一些朋友面前吹嘴 說到特意營造自己的形象 但當時間過去 再沒有機會見到爸爸的時候 他就發現原來當年爸爸其實是有苦衷 甚至乎其實並不是他想像中的 所以到了我現在做爸爸了 令到我知道很多東西其實是需要珍惜 甚至乎和女兒每一天其實看著他成長 其實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時間 錯過了就沒有了 所以反過來也是和爸爸 一些時間錯過了就會永遠都回不了頭 所以現在女兒出生之後 我爸爸媽媽每一天都會來到我家去探望我們 令到我覺得很有愛 所以也都真真正正正感受到家人的那種愛的感染力 所以這部電影呢 是我自己看了覺得很深刻 還有很有感染力的一部電影 啟發了我的電影 我最 commissioner你就讓你看著我 你今晚在冬天中 我心想看過了 你又在冬天中